《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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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上千年的饮用历史 它具有强生建体的功效 我们这里把它叫做神仙草 我们小时候家乡的风老乡亲们 都是喝这个梅茶 原来比较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扎鸡 全是那种食饮杀岩头 土质比较粟 所以整个农民种的农作物 副价值不高 但是它非常适合于种 我们这个扎鸡的梅茶 梅茶主要是采在牙尖的五公分 就四根熟纸长 这个部位属于是黄铜 含量最高的地方 对抗氧化提高免疫力都非常明显 特别对烟和烟 特别好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长大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 为什么不通过这种种植 要是同样的药材 来够调整这个家庭的结果 让乡亲们共同的制服 我们在选择这个梅茶种植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也赶上了 一个党的好时代 从17年开始 我们每种一部梅茶 政府都给一定的补贴 刘士忠 今天这个下雨的话 对这个苗子的影响大不大 影响不是那么大的 反而有点好处 你现在每天的财产量 大概有多少来 平均200多斤 刘基森老婆不是得了一个病吗 自己没办法就出去去打工 那当时我们就让他贫包 我们100多亩的茶园 车和口袋有车都一巴掌 而火锅比塞 可能车滚一下 现在待在家里还是有正式做了 还是实在一些 基本上有个稳定的收入了 孩子每天都在自己身边随时看得到 父母也照顾得到 所以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 煤茶为脱贫致富还是其中的关键性贡献和作用 对于我们这些外面打工的青年人 通过我们这种产业 如果让他在当地有就业的机会 我相信他也会愿意的加强买工程的做 煤茶是我们铁家族的神仙茶 更是致富茶 我现在提起 你们就与专家煤茶的发展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干杯 未来的不远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贫困富过上好日子 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